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向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夫子眼是一种十分珍贵的手纹 类似于这种阿郎神的天眼 有的话,此生必定是大富大贵 大拇指第一和第二指节 如果是有三条纹路 类似于眼睛一样的外形 我们称之为夫子眼或者凤眼纹 有两条也有三条 有两条有三条 三条的话会更好一些 如果是有两条 但是必须要封闭完全 左右对称 基本上跟眼睛的形状差不多 如果是出现一些开口 或者是弯曲 断裂 这个都不算是夫子眼 那么这种人一般都是为人聪明 做事稳妥 出身比较好 而且到了一定年纪 他的运势会有所旺起来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这个 这个手向 首先一个财运 他的这个财运线 基本上没有 总指离工的位置出现这么一个纹路 这个纹路是跟天文交合 跟财运线交合的道理是一样的 容易在事业当中 或者是婚姻当中 有一些矛盾 将来的无望 丈夫的福分 没有人疼 一生无福可享 又被这个婚姻抛弃 这个是一种 特点 那么这个呢 我们看 这个做事执行能力强 这个川自长 川自长 有独立性非常强 做事不会拖 有一定的领导力 爱好自由 不会太早结婚 婚姻方面也是不错 性格呢 偏内向一点 但是做事的事业方面呢 它是会有一些非常开阔的格局 但是呢 他这个川自长 穿的不彻底啊 有一点点啊 粘在一起 所以说会影响一些事业方面的格局 这个是 但是问题不大啊 这个不说大富大贵 小事 这个小富是有所成的啊 三条感情线 三条婚姻线啊 三条婚姻线 并且感情线锻炼 但是感情线的尾部呢 走向啊 有点冲了指缝啊 冲了指缝 太上翘了 太上翘也不行啊 太直也不行 太上翘也不行 但是天文要带一点弧度 往这个 这个实质的方向走 但是这个冲了指缝 太上翘的话 就有一些影响啊 晚婚之相 建议在28岁之后呢 这个完成婚姻 否则的话 就会因缘呢 会因缘呢 会遭到一些破坏 但是呢 他这个 穿字掌呢 有一点点模糊啊 并且呢 生命线跟智慧线的 这个格局啊 这个有点 这个不太清晰 不太明显啊 并且呢 有默默乎乎的 所以说身体状态 跟这个特别心脑方面的疾病 要多注意一些 加上感情线锻炼 很容易犯情伤啊 这是这么一个 所以说 好的首相 穿字掌 段掌 我们说对于 人来讲 是整体的一个概念 但是具体呢 还要看文录的特点 好了 有关这个 首相的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还是提倡学技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